铁盘上刚烤出炉的蛋黄酥金黄饱满香气四散 这是一年一度只有中秋节前制作 开放预定就秒杀的铁窗月饼 22号开放电话预定热线的情况是这样 工作人员右手拿着电话左边的一线也响个不停 两个人负责电话预约很快秒杀 总产量8万5千颗很快就定光了 制作月饼的是二林监狱的受刑人 品项有蛋黄酥还有荤食素食两种绿豆碰 平均一天可以制作五六千个 最热门的是中秋节前一星期 这个星期只能生产两万颗30分钟定光 其他的时间只能往前挪了 总共8万5千颗两小时订购一空 蛋黄酥切开来多成次 就是这外酥内软的口感让人口齿流香 不只是月饼还有各种口味的糕饼 馅料不同满足各种喜好 不管自己吃还是送礼有多种选择 老字号饼店说 光是小月饼一天要三万颗 中秋节旺季更是提早开始 目前的话我们单小月饼 我们目前是供应大概三万多颗以上 本来之前疫情大家都一定说坚持到8月1号 我才送礼 现在已经没有了 农历8月15中秋节前一个月是农历7月 以前农历7月不送礼 业者却发现现代人没有这个禁忌 现在已经开始送中秋节礼品 去年他们中秋节的销售量月饼跌起来 大约有42栋的101大楼高 估计今年会增加两成 TBS新闻陈志中陈宏毅 罗一新吴淑萍 台中章话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